隔行如隔山,这话说的一点也没错 那我们今天劳动最光荣 方琳江带着两位神秘嘉宾一同来体验一个从来没有做过的职业 这个职业呢在生活当中是司空见惯 并且我们每个人跟他都有联系 到底什么职业这么神秘呢 我们先介绍嘉宾 今天我们的洗剪圈三人组合出发了 但是洗剪圈三人组合为什么就我一个人,对不对 告诉你们,今天我们请了两个特别不搭的两位嘉宾 你会想不到他们俩现在会在一个画面里出现 主持人方琳所说的这两个特别不搭的神秘嘉宾究竟是谁呢 这段莫名其妙的开场白究竟又有何目的 嘉宾马小灿代表作品有《红楼梦》《花开半夏》和《纳金花》和她的《女婿》等 嘉宾游现超于2008年创立嘻哈包袱铺 曾表演过五行诗,三杰拜花香,论梦等优秀剧目 深受广大相声迷的喜爱 今天你们俩合作,你们俩合作,你们俩合作 我给他剪吗? 不是个我给你弄 您给我剪 我没有没有,我们刚刚还在跟小灿说,说要找一个男模特儿 结果你们就这样子,就是,重量几个就是像了 对,我就觉得你还站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这挺有安全感的 您将剪谁呢?剪个女孩的头发吗? 我剪一千包就行了 剪不少千包 剪男人生,就是理发,女同志还好弄点 那我问一下,你接下来就马上去剪头发了 待会儿要伺候的这一位,你想跟他说些什么? 给他打给你方针 那个,买点剪发吧 好嘞,喜欢那种职场的 看来这场活动应该与剪发有关 这准备了半天,三个人终于化完妆了 就开始往目的地去了,而游线超这会儿则又当起了司机 那么这三个人,究竟要在一起做什么样的活动呢? 打秒,打秒,打秒,打秒 劳动最光荣,得打秒 看到这儿,相信各位对我们的活动已经有了一个了解 那化妆捣食了这么久,都捣食的美美的 但是我们的体验活动到底会做的怎么样呢? 马上出发到现场看一下 哇,终于到了 来,我们欢迎二位 好,大家好 我黄沛 突然我们画面变得好奇了 你看我们这两只 肥手搭配 对,所以我们先去我们的嘉宾介绍一下好不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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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 大家好 你应该说我是喜剪吹三人组合的 看见谁 我是不能,我是喜剪吹三人组合的 马晓灿 嗯,大家好 我是喜剪吹组合里的推特 没有推特 没有推特 那个喜剪推 我是新哈报复的相声演员游线超 好,一位是游线超,一位是什么好奇了 这两位呢,都是我们这个青年偶像 但是今天呢,他们要挑战一个劳动最光荣的任务 你们觉得你们今天是来干啥的吗? 小蔡,你先说,今儿我们会安排什么任务呢? 因为我喜剪,喜剪? 对,刚才说了,喜剪吹嘛,那肯定都有擦桌 对吧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呢,其实挺简单的 就是你们以这个理发师的身份 发师? 服务好一位顾客,剪一个他满意的发型 不不不不 其实有点难度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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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广门剪 当然是你们剪,要还是你们被剪 哪有这个广门剪啊 这有点难度吧 因为,因为第二的,我们得让理发师们修行一天 今天换你们来做劳动 那我觉得 那这个顾客可能会很惨啊 所以说在这,我觉得咱俩应该 致死成长的再上一伙的未来这位顾客道一个欠 因为我要是说剪的头发有所虚损的话啊 那个,我只能告诉你,秃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哈哈哈哈 直接把调话说在前面 我们刚刚已经征集好了两位志愿者 那么今天,他们今天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是,如果你们的任务完不成 或者是说哪一方的问题 另外一方低的话,要接受惩罚 这个,这个惩罚我估计啊 能想到,就是咱俩要谁输了呢 就是对方给那个人的剪一口